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看了标题,其实看了标题,大家就知道今天讲朦胧,那么为什么这一个话题我忍到现在才说,其实这个已经发酵了一段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趁这个热点,而且因为一开始出这个问题,大家都是讨论比较表层的意思,其实都拿着很多说,哎呀就是外资不好,这是外资的原因,但是咱们我觉得冷静下来,我今天来听我娓娓道来就知道,我们可以换另一个思路了。 来思考这一个问题,那么闲言少许我们还是像以前,先看一下这些事情,8月6日消息,近日梦龙被质疑中外用药不同,存在双标行为,8月5日联合丽华中国区副总裁曾希文发微博称,这是无望之灾,为了保证梦龙的高端质量,我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用最好的比利时巧克力,最佳的冰淇淋。 好,那么他们说的这些,我相信近期大家可能都会听到过,或者之前就听到过这些内容,已经过去了一两个月了,那么咱们要考虑这一个问题。 首先,他们违不违法,按照我们现在看来,其实国家也没有对他进行一个相应处法,说明他没有违法,但是没有违法就难道他一定对了吗? 所以我写了一个道跟法,那么什么叫道?道其实我们就是说的一个人类的一个道德,那么我们都要做到道德以上,那也确实很难,但是你要做到贴着法律做,你可以吧,按照法律来说你没有错,因为你贴着法律做,你只要不过这一个红线那就没有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偏向于道的一边呢? 或者是你在这个当中也行,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是卡着我们中国的一个食品监管的一个标准,他是卡着这个线做,这个就像我们很多有时候说,哎呀,我们不求一百分考试,只要六十分及格就可以,难道作为一家外资企业,你做到及格,你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在外国的一些标准,你反而要做到道德,偏上一点,为什么?所以说这一个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么, 在讲这个之前,在讲这个之前,说到一个法律啊,其实我之前啊,就是一直很喜欢看那个电影嘛,当时烈日酌心的电影有一段台词啊,我也先给大家引入说一下,我也给大家分享,那么之话我们就能接着进一步的聊 《烈日酌心》里面电影是段玉红拍的,他们有一个说啊,是人,人是神性和性的,他有你想象不到,更有你想象不到,没有对与错,这就是啊,人 所以啊,法律可爱,他不管你能好到哪,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有边,他清楚啊,每个人心里那些肮脏的事,想想可以啊,做出来不行,法律啊,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的修行,就踏踏实实的告诉你,至少啊,应该是什么样? 这是当时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台词,所以说啊,至少作为联合立华或者梦龙来说,他卡着现做,还可以,他不敢往下做,当然他往下做,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法律就可以给他罚子,这是他不敢做 那么,咱们就是说外资,对吧,咱们就是说外资 对吧,对,我怕这个字写错,咱们就是说来外资 外资啊,首先咱们要知道大部分来华的外资 他的一个管理团队啊 他的比如一个management team啊,他分外方代表 和中方代表,基本都是这样的,对吧,中方代表 所以他们主要的一个管理经营权是在外方手中 但中方的一些领导层也有,也有,或者也有一些国外派过来 所以这些外方的领导人主要的是出资的一个母国 他的总部派过来的人 我想想这一点大家就是可以很好的领导 所以他这一个关系就是这样 这是一些管理,管理,管理层的干部 咱们说有高,中,低,或者说基层都可以 然后说高的一些,或者咱们说最top的肯定是外方代表 接着在高方下面的是中方代表,或者说一些中层 也有一些外中,中外各种 但是在中层以下的,中层以下的基本上都是我们中方的人士 中方的一些技术工种 他基本属于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属于这样一个范围之后 咱们就来想,咱们就最底线的一个人性来想 一个老外出到中国 他要了解中国吧 要知道相应的法律法规 那么他们之前的一些标准 比如到了中国 那这样生产 基本也是应该符合我们国家法律 他就这样生产 他为什么要降低标准 是他会想到的,还是他会想到的 我问你 这里我给大家一个严重的一个思考 或者一个很谨慎的思考 大家认为他出来中国 有必要为了 到时候违反了一些相应规定 做个罚款,做个劳 有必要吗 他没有 因为这一帮的老外 他有一个什么的困惑 叫职业经纪人之祸 职业经纪人之祸 这是我们经济 就是经济学中 经济学中 经济学中 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相信学过经济学的人 就一定会知道 职业经纪人之祸 这一个概念 就是说很多的职业经理人 他会有一些困境 但是这个困境很简单 其实他就做到一个中庸 这是对一些老外 他们很乐意干的 他们在这个企业 这高管混个几年 然后在跳槽 做另外一个企业 他就会有这个职业经纪人之祸 为什么 他只要享受一个很好的办公室 一些老外外资 到了中国之后 到了中国之后 他就会有一些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良好的办公场所 就是良好的办公场所 就是坐着头等舱 然后住着豪华的一个别墅 或者是 他们就是总部 给他们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办公用品 或者一些私人服务的 所以他没有必要搞所谓的创新 所谓的创新 那么真正要想穿上去的 就是这个中方的人士 所以这是我认为很多外资 如果大家在外资干过的 都会知道 真正的一些外资的 一个top的老大 他看上去还是很nice的 然后真正对你比较严苛 或者比较严厉 所谓的压榨你的 是一些中方的一个代表 那么很多人会说 你这是乱说 这是一个老大 他都是这样 你看看马云 或者是那个就是马化成 对吧 他们对基层员工看着都很nice 其实都很nice 那么这一点是可能存在 但是我们要知道 谁有这个动力来驱动这个东西 因为咱们看到很多的一些 一些就是外资的一个商品 一个商品 这个是货物 货物 这是经济学 我们常用的这个商品 就是C commodity 这个商品 然后这个商品 它同样的标准 它为什么要改变 谁有最大的动力 有升职需求的最大动力 但是你要知道 像老外一般被派到一个国外做高管 一种是他希望外派 所以他才去 还有一种不想外派 他就可能不走 所以他在外派 其实他已经做了很好 他没有必要再有什么穿透了 但是真正的中方是有这个一个穿透 所以我说中方代表 在里面有时候起了一个不良的作用 那么这一个体系是什么 咱们来想这一个逻辑 这比如是生产一个 比如一个对于一个牛奶 一个标准 比如A B C D 这是一个中方的 中方的我们最低的要求 比如是这样 需要这一些配比一个东西 但是他原来是在他的母国 母国生产的这一类东西 每个国家标准可能不一样 他比如这个是12 这个是4 这个是8 这个是9 这个很正常 每个国家这个标准 这个可能他低一点 所以他要加到1 然后达到这个5 来满足我们这个 但是你说他有必要特意的把这个降低吗 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 我觉得这是不一定 而且我可以就是很多的时候 可能 我们对于九几年来说 咱们说联合立华进入中国 基本也是96年左右左右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标准也许比我们的更高 也许比我们的更高 大家不要怀疑 也许比我们的更高 那么他这个降低的一个目的是干什么 其实你要知道 虽然老外到中国 他们有一个咨询公司 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 对中方的市场等各种有个详细的了解 但是再细再细 不会因为这一个原料配比 给你说你到了中国就要降低 不可能 为什么 你如果降低了 对口感什么都会有变化 当然他可以研究 但是你说一开始 刚进中国市场就要改变 这不现实吧 那为什么会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 再给大家引入这一个概念 就是在国外 每个行业 每个行业 它都有固定的年化的一个增长率 或者一个相应的下降率 比如是在一个好的时机 跟一个坏的时机 比如是A行业 在比如像A行业 比如像房地产行业 比如在西方 它每年就是基本上有一个 你正常的一个公司 就是会比如有5%的一个增长 或者是B行业 或者这是生产型行业 就是机械加工 它有4%的一个增长 或者是食品行业 它有一个6%的增长 那么它都有一个正常的增长 那么它来到中国 肯定要有一些加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改革开放出去 也是要利用外资 那么外资为什么过来 因为也是看着我们有强大的市场 所以他们一开始的一个基准年 其实是很难定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随着他们的口味上升 所以中国人 以及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 所以对它的需求量 也是慢慢的 慢慢的一个增长的 这是一个上行趋势 好 有了这样一个 那么其实对于一些外资 或者外国人派到中国 他肯定都有任期制 比如做个五年 做个六年就要回去 那么毕竟他的家在外面 所以那么新来的一个外国的一个领导 他其实过来就是说 我做好也要回去的 比如德国人来了中国 干个几年 学了学中文 了解中国 再回去 可能之后再过来 那是别的形式 但是大部分要回去 那么真正在这里干的 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中层 或者是中高层 那么他们怎么才能博得上心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很多的一些外资企业 一些中方代表 他们其实自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没有学会 我们当年一句课 我们当年课上有一句话 就看到外国人什么 不卑不抗 他们这些人看的就是像 就是很卑很抗的 其实看见外国人都怕的不得了 但是对于同样的一个中国员工 则是牛逼红红的 这是一个很正常 我相信大家在外资干过都知道 那么这一些人很有可能像 像他的一个外资的一个高层 提供一些建议来说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比如那也确实是 很多一些人他会说 哎呀你可以给他的工资 开了低点 然后用别的形式来补偿他 这样我们可以省个社保 我相信很多人都干过 这样邀功的事 但是很多的老外都是言辞拒绝 咱们要看到 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加班不付费 或者这样的情况 大部分都是出生在中资企业 外资企业很少发生这样事 为什么 他没有必要 因为他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财税财务系统 他没有必要到一些国家去犯这个法 而且这个法 而且是很严重的 只有一些 我们说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结说 哎呀加班是你的福报 不拿工资 不拿工资加班也是你的福报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少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同朋友 在外资企业工作 那他加好班 然后就可以打个车 然后好像加到九点之后 就能打车免费 无论你做多元 然后你加班 你自己写多少时候 他都认 其实这是 所以我认为外资高管 他没有必要担这个风险 但是你要知道 像这些外资的一些高管 所谓的一些忠诚管 他们每天最多的是什么 签名 很多文字上的一个文件上的一个签名 好 其实那么有一些 那你要知道像正常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比如企业 咱们就是说 他一个增长率是这样 这是因为他们国外的一些 也会有一些精算师 或者是一些风红 就是说 你正常是这样 就算你稍微低一点 可能是在这个线的一个区间 一个震动 但是很多人说 老板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可以大幅的增加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正常派来个领导 你在这个区间 你是无功无过 你只是把这个做好了 但是如果有这一个上升 则会不一样 但是很多老外其实也不清楚 那么也有可能在一些文件当中夹杂了他们的私货 来体现他们的一个业务能力 那么所以我说 这一个就是要 不能让他们什么 不能就是很多的一些人 也会说什么平安着陆 平安着陆 我们要让他们不平安 怎么叫个不平安 就是倒查 咱们其实可以看 老外的公司都有一个很详尽的OA流程 或者各个公司的叫法不一样 他都有一个OA流程 那肯定是一步步上报 那么咱们就要查到 比如像联合利华 也就是我们的孟隆公司 比如就说孟隆 这一个单独的一个产品 他你想 1996年的一个用料 咱们就来看 它是从何时改变的 咱们假设 它是从1998年 我们举个例 比如从1998年改变 咱们就要看 它这个流程是谁提出的 如果是这样倒查的话 就能知道这个原因是出在哪 而不是说 现在说 哎呀 你要它改回来 改回来是简单 但是这个不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外资企业 为什么对中国的标准 跟外国的标准不一样 那么咱们要查这个背后的原因 那么孟隆一开始 肯定还是按照之前的 咱们说的跟国外配料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会改下来 就要看谁签的字 谁提的义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有一个行业禁令 行业禁令 我们查到了 比如是 它比如是1996年还是OK的 1997年还是OK 到1998年有改变 咱们就要揪出是某一个人 因为它肯定是要经过最上层的一个高层统一的 然后是肯定有忠诚往上提 是这里哪个过程 是谁提了这个建议 或者是谁对这个有签字负责的 然后要对它实行行业禁令 它相关行业就不得从事 然后要给它巨大的罚款 这样才能让他们知道 中国消费者是不好欺负的 我们的权益是不能受到侵害的 因为为什么 它可以说我没有违法 但是你这个已经没有人性没有道德了 你哪天说不准就违法了 对吧 因为你一直卡着法律的边缘 你可以说我从来都不穿马路 对吧 你从来都不红灯穿马路 那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红灯亮了 亮的那一刹那你过了 因为像有时候一些归带 你红灯亮的那一刹那你过了马路 你必须得过完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是卡着这个点来过 那我觉得你很有可能走向一些不良的途径 那么咱们就是说刑法的时候 你要好好看 你要给自己做个辩护 所以说如果你是经常的就是绿灯一亮就走 那这种我还可以情有可言 所以咱们就是要查这一个 是谁在这个流程当中签字 谁批准了这个流程 咱们来倒查 要查到这样一个性质 咱们才能禁止这样一些 同样是给国外人吃的 或者使用的东西 要跟中国人 为什么就不一样 对吧 咱们要一个公平性 所以对这样的外资企业 咱们就是要这样一个查 对于外资 那么如果这样查了之后 那么别人不敢这么做了 那么我们广大老百姓的一个安全 就能得到保障 尤其是在食品方面 你可以说 这是按照这个规定 吃了也没事 那确实没有事 那么为什么你的标准要降低呢 对吧 难道同样西方的人是人 我们就不是人吗 所以这一个我也希望 所以请联合立华他们查 当然很有可能不是最近几年的 他们的人做的 也有可能是之前 那到底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们必须揪出来 然后我也呼吁相关的一些 我们的行业协会 或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机构 能出台这样一个标准 有盗查的机制 谁这样做 就把它列入黑名单 让他不能在任何的企业就职 这一个就像很多人 如果他这个品牌抽了 就比如说当年的三路 那么当年三路的人 现在你再让他干食品行业 你觉得放心吧 大家都不放心 所以说这样 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个协议 就是说像这样一个 就跟我们国家最近推出的 就是不良艺人 不良艺人 那么这项的不良从业者 我们也要让他们签署一个相应的规定 咱们也看到 现在演艺人员 演织人员都要签署一个什么 响应号召的一个协议 那么对于这些外资的行业的一些人 是也要让他们牵扯 千里相应的一个 就是宣誓或者是一些文件 如果他们做不到 就必须给他们予以严惩 这样我们这一个生活 或者是我们这个食品 才能得到更好的关注 当然我现在这个话题 属于有些过时的话题 但是从我这个角度思考的一些人 估计是不多的 所以我也希望是我发的视频 是别人真正能看完的 而不是就是随就是有一个或者是怎么说 蹭一个热点 然后达到一些点击率 那么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好好的 老老实实的 本本分分的把我这个视频 做的真正是有质量的 那么可能是我在一些特效方面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我讲的内容 还是相应的比较硬核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也请下方再跟我一些讨论跟留言 那么我也觉得这样给一个讨论跟留言 那么互相都能长进 那么所以也很感谢大家收听 收看及我的视频 所以今天的结论是 要从就是要有一个行业的一个标杆 以及对一些不良的一些行业从事人员 进行一个禁令 这样才能使我们食品安全 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得到跟相应的 就是别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也不说要比老外使用的一些标准要高很多 就是咱们要一样要一致 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很高兴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再见